3月25日,广东省省长马兴瑞,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士安齐聚北京,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年年会上共同探讨全球经济中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在论坛上,他们分别发表演讲,阐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理念,他们共同的观点是,粤港澳大湾区潜力巨大,有信心将其打造成有活力,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与国际一流湾区有很多相似之处,甚至在发展空间,要素集聚,制度安排等方面更具优势。 I see great prospects for Hong Kong to contribute to and benefit from an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hub in a greater Bay Area. Here, our strengths lie in our local universities, with three of them amongst the world's top 50. Our translational capability at our two flagship institutions, the cyberport and the science park, our rule of law, robust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nnections. 今天,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是我们国家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大湾区的区会优势明显,经济实力顺厚,创新要素及局,国际化的水平领先。 合作的技巧良好,在国家发展带出中,最有重要的建议地位,乃至示范和人领的作用。 马兴瑞与林郑月娥都在演讲后的交流中,介绍了粤港澳之间人才流动与交换的政策和需求。 林郑月娥介绍,香港有优才计划和技术移民计划,2018年推出了快速落户的政策,吸引人才到香港落户就业。 马兴瑞表示,珠三角九城市在金融及其他现代服务业方面有强大市场需求,能够吸引人才。 林郑月娥同时表示,希望香港发挥互通互联的优势,大湾区的硬件联通已经非常好。 高铁与港珠澳大桥更缩短了香港到广东的通行时间,目前香港希望着力促进资本、人才、数据、医疗技术等方面的要素流动。 马兴瑞也强调,大湾区要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不是缺乏硬件条件,也不是缺乏基础设施的条件,更重要的是制度、规则、软环境。 因此广东将与港澳一起打造支持科技创新的软环境。 我们在配套的软环境上,还有更大的作为的空间,包括我们最近出台的外资的投资的失调,实体经济的失调,民营经济的失调,包括金融的失调,这些都是为了打造软环境方面。 翠世安在讨论中,也介绍了澳门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中的优势与定位。 澳门特别行政区,在这个一国两制,澳人制澳高度制止下,严格按照宪法和澳门基本法办事,是有一个独特的制度优势。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定位,澳门在中央的关心知识下,我们作为世界旅游收行中心,中国对普遇市国家的相貌服务平台。 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纲要指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实力,区域竞争力显著增强,已具备建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基础条件。